指揮中心透露好消息 象征传染力的有效再生数RT值 从5月底公布的1.02降到0.7 而周五也公布台湾新增286例本土确诊 及24例的死亡案例 当中新北最多新增了120例 而苗栗首度超过台北新增确诊56例 台北则是49例 这个礼拜的案件数还是比上个礼拜 有稍微比较少一点 不过疫情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县市也都有比较多的一些案例 那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不止疫苗 指揮中心也采购了千人份的单株抗体药物 陈志忠表示单株抗体主要运用在轻度到中度感染 必经医师研判可能转成重症的患者身上 药物会在6月中到货 先分配给集检所的主则医院 而台湾频传隐形缺氧致死个案 周四新传媒资深总监 因突然无法呼吸送医 却在途中不幸离世 检查后确诊中共肺炎 在家中的话 如果你没有用这个血氧机来侦测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 确实有的时候这个发作的时候是比较快速恶化 那就很难说在前照没有的情况下能够警觉到这样的情形 罗义均回应尚未收到这例个案的病存资料 也呼吁民众如果和确诊者有接触时 或是疑似呼吸道症状就去做筛检 而易电视近日发生摄影猝死后确诊 进行员工快筛 北市府时候证实 裁检中有两人原本快筛阴性 PCR检测却呈现阳性 新团安电视连鱼堂子新闻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